有钱想省心的买上面这三个 事多又挑剔又不想花钱的 建议你再等等 划过这个视频 再见 如何给PS5扩展硬盘 这个视频用这种方式给各位分享一下 现在618快要到了 你们看到的价格应该比我给到你们的要低 首先PS5扩展硬盘有两种 一个是内部的 一个是外部的 我们先说内部扩展 第一梯队是三星980 Pro 2T 西数SM850 2T 和Next Storage 2T 这三个硬盘是第一梯队的 也就是起降款 为什么推荐2T呢 因为一个T我感觉不够用 四个T价格又不好 如果你的预算充裕 想省心 这三个必然买 买他们带马甲的版本 西数1259 Next Storage 1299 三星带马甲的是1099 那下面再说两个 长江存储颗粒2T 还有这个也是长江存储颗粒2T 价格呢 都是500多块钱 那这两个长江存储2T 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是连云 1602主控加3.0架构的颗粒 一个是英刃 5236主控加128层的TLC颗粒 这个是带独立缓存的 无马甲500多块钱 这个是不带独立缓存的 也没马甲500多块钱 为什么没有品牌呢 是因为这种硬盘品牌特别多 价格也都差不多 方案几乎是一样的 你就根据我给出的这个方案 去选去买你喜欢的牌子就行了 那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这两个方案呢 注重性价比 没有那么多要求的用户适合这两个方案 如果说你的事比较多 什么带不带缓存了 温度高不高了 像什么第三方的颗粒了 嫌弃这个又嫌弃那个 这种用户直接买上面这三个 事多要求就多 你买了这些便宜的 它肯定会有这儿那儿的一些问题 要不然怎么便宜呢 这些大部分我都用过 确实是有点区别的 但是他们好多东西也都是一样的 读取速度都在7000兆以上 质保都是5年 PS5都能用 而且PS5也没有那么挑剔 速度不到7000也可以用 硬盘不带缓存也可以用 温度稍微高点也可以用 但是不管你买什么 必须带马甲 因为这种高速硬盘 温度还是挺高的 一定要带马甲 哪怕自己花钱买也要带 那说说下面这两个的区别 长江存储颗粒3.0架构的 记住这个3.0架构是目前比较新的 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它不带DDR缓存 颗粒上来了 但是缓存的价格下来了 它比较新 温度也还好 我现在PS5用的就是这个方案 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很多品牌用的都是这个方案 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品牌 知名点的品牌 这样售后会好一些 那这个方案呢 是128层的长江存储颗粒 TLC 这个有独立缓存 这个是之前的旗舰款 现在也是500多块钱 我现在电脑上用的就是这个方案 我有一个三星PM9A1 跟这个980 Pro是差不多的 电脑上用这两款 能感觉出点差异变化 但是不大 都可以用 至于说这个差异 对于我来说 绝对没有价格翻倍这么大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你一旦想这个了 那个了 它这有毛病 那有毛病 能挑出一大堆毛病 那你就买这个 另外还有很多像 中间价格的一些品牌 我没有选 其实也可以选 但是呢 我觉得要么咱们就 好的省心 贵一点 要么就便宜性价比 不管是贵硬盘 还是便宜硬盘 都要做好数据约份 都有可能出错 都有可能会出问题 但是我觉得游戏数据 不是那么重要 坏了大不了 走售后 重新下载游戏 反正存储都在 PS5的自带的 那个硬盘里放着 也不会出太大问题 如果特别在意 数据安全 再买个会员 云端同步存档 最后再说一下 这个PS5外置硬盘 外置硬盘就是 USB的硬盘盒 再加上一个 比如西部数据的 机械硬盘 4个T的 价格在689块钱 之前这个方案 还是挺有性价比 毕竟这种固态硬盘 价格比较贵 现在固态硬盘便宜了 估计买这种方案的人 会少一些 这种USB外置硬盘 只能玩PS4游戏 有同学问我 这种外置硬盘 是否给它弄个 固态硬盘装理 这样速度会快一些 其实没有必要 我看过一些评测 因为PS4游戏 它的读取速度 都是针对机械硬盘优化的 机械硬盘再加上外置USB3.0的速度 是足够了 这种游戏的 加载速度快 只有在PS5的游戏上 才能体现出来 对于PS4游戏 没有太大意义 为了省点成本 还不如增加容量 换一个8T的机械硬盘 更实惠性